好,当我们买了Ukulele的时候呢,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 调音,每一条线的音是GCEA 我们可以上手机上download,也可以去买调音器 也可以说在网路上呢,找到调音的.com 这个网页 Ukulele的调音呢,基本是GCEA 这是第四条,第三条,第二条和第一条 所以我先记着这个四个字母 那在音乐的字母里面呢,我们只有从A,B,C,D,E,F,G 然后G过后呢,又回到A 基本上的字母是顺序的 你进入了过后,它会要求turn on the tuner OK,在这个地方,你click turn on 然后它会要求你可不可以使用你的麦克风 那你就allow,allow你的麦克风就可以开始调音了 记得刚才的GCEA或者A,E,C,G呢 它是以四为止 A4就是表示它的第四度的高音 它有分A1,A2,A3的 就是页低它就弯,到了A4是中间的 A是指第一条线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条线开始,也就是最高的那个音 OK,我的偏低了,所以我就顺时钟转 顺时钟转 转到青色为止 OK,必须确定它是A4 OK,A4是第二条线 OK,再来是4 OK,到上面的时候呢,你就逆时钟转 OK,转高 OK,逆时钟 刚才时钟 OK,这也是偏低了 OK,太高的话你就顺时钟转回来 OK,确保这是G,C,E,A 那新的Ukulele通常都会很不稳定 所以通常你调好过后呢 你可以让每一个部分呢 你稍微就是简单的拉扯一下 OK,让它更加的稳 只有新的Ukulele才需要这样子做 那后来调了几次过后呢 你会发现,你不怎么去拉它 它也稳定了 那你的Ukulele准备完 OK,T-C,E,A OK,T-C,E,A